各位同學晚安 接下來我們 要介紹非常重要的這個後現代主義的人類學 或是文化人類學 那這個請同學翻開這個75頁的1 75頁的1請同學一定要看這個表格 這個表格非常的重要 後現代主義的人類學其實它包含五個部分 一個就第一個反思人類學 第二個是 實驗民族制 新民族制 然後還有一個詮釋人類學 另外一個是文化批判的人類學 或是批判的文化人類學 因為這個台灣法律沒有統一 一共有五個 有五個 那我們上禮拜的時候 上課的時候有抄在黑板上 所以你一定要記 那反思人類學是國家考試考過兩次 那其實 這個 後現代主義的人類學這五種 這五種呢 它 本質上都是對 現代的 或是傳統的 人類學 都認為 他們是科學 客觀性的研究 反思人類學說 不是 那個 人類學呢 其實 他並不是 非常 客觀跟公正的研究 他只是一個 意義詮釋而已 並不是 公正 公正客觀的 科學性研究 那第二個 以前人類學家 他認為 他是一個 科學研究的人 所以他 相對性 他認為他客觀 他是客觀 但是呢 現在反思人類學說 人類學家 他本身是人 所以他有宗教文化 政黨各方面的 這個差別 所以呢 因為他的角色 不一樣 所以 研究的時候 不會是 完全 客觀 公正的 他認為 人類學的角色 也值得研究 他怎麼樣看這個問題的 他怎麼樣詮釋這個問題的 這個都必須要去理解 不是科學 不是人類學家不能 不能列入研究 應該把他列入研究 第三個 還有一個問題 以前 人類 人類學研究都是看整體的 這個族群這個地方是什麼樣 可是問題是 在一個族群裡面 一個群體裡面有沒有異類 老師問一下 一個全班裡面 大家都一樣嗎 不一樣啊 一定會有一些個別的特色 差異性的人出來 所以個人的 性格角色應該凸顯出來 以前人類學家忽略掉什麼 忽略掉一個族群 或一個地方的差異性 他看的是一個整體 你們這一群人就是這樣 可是這一群人裡面 會不會有差異的人 會有啊 對不對 這個在同一個文化 或一個同一個社區裡面 難免會有人 不同的意見跟想法 那 以前人類學家忽略掉這一點 那反正是人類學認為說 你還是要重視一些群體裡面 不同意見 差異性的人才對 那新民族誌呢 第一個 他要認為 人類學家跟文化報導人之間的 對話要注意 為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以前的人類學家 都透過文化報導人 這些文化的這個仲介 或文化的這個 解說人員 告訴這些 這個 人類學家的 的一些意見跟看法給他們 那老師問一下 文化報導人 他報導的東西 給 給人類學家的東西 一定是對嗎 不一定啊 會有差異 這個為什麼呢 在一個族群裡面 貴族對一件事情的看法跟一般庶民的看法會不會一樣 不見得一樣 那性別的看法搞不好也不一樣 對不對 像很多研究一個族群的 發覺到說 有些人認為男尊女卑理所當然 可是有些族群認為 這個為什麼要忽略到我們女性的權利 他表達他的不滿意 所以 同樣 一個文化報導人 他的 他在族群的社會階級以及他的性別角色 可能會影響到什麼 人類學家他接受訊息的不同 然後呢 他在論述跟解釋上也隨之有差異 以前人類學家 或是學者有沒有注意這個問題 沒有 現在 後現代主義告訴你 你要注意這個問題 文化報導人提供你怎麼樣訊息 怎麼樣的價值判斷 他有沒有影響到 人類學家 他做民族制的 結果論述呢 第二個呢 這個新民族制要學的 不是人類學要獲得知識 是要了解說他怎麼樣去理解 他的對象 你是怎麼樣去理解這個對象的 這有大差額 有些 有些人類學家 他本身也兼傳教士 他看原始部落 跟純粹的人類學家 他在看這些原始部落 他們的理解 可能會不一樣 原因很簡單 這個傳教士他有宗教 悲天憫人的情懷 他看部落會 寄同情跟關懷 可是有些人類學家 他並沒有 他是認為他科學性的研究 他說 很冰冷的很理性的 科學的一個論述跟分析 那同樣可能 堅據人類 堅據人類學家專業訓練的學者 他們對一件事情看完可能就不一致 可能就不一致 那個老師也做過田野調查 那個早年在 我們那個台南縣的北門 漁村 去做一些傳統社會 還有民間信仰的調查 那這個 這個會產生一些差異在哪裡 老師看過早期 大概在15年前的時候 台北有一群學者 這個來到 這個漁村做研究 那15年以後呢 我們 跟幾個大學老師也做 這樣傳統社會 社會變遷的調查 你會發覺到 同樣接觸的 這樣的人 15年其實差異不會太大 可是 為什麼會產生 結論出來有點不同差異 出在哪裡 那我們後來才知道說 因為 這個人類學家 他 這個出生背景有差啦 那之後來 15年前的時候來的都是台北的那些人 就是他們稱為 我們俗稱叫天龍國的這些老師 學者教授 很多人都是 中產階級 或是高級 就是家境非常好的人出生 他們 他們不太了解漁村社會跟很多生活方式跟價值觀 所以他們經常用比較 有點鄙視的角度 來 批評這些庶民社會的一些民間信仰 還有他們很多社會生活方式 可是等到像老師這種人 出生 我出生在 嘉義東時的漁村 那我們很多跟我這個研究的團隊很多老師也是 農村 漁村 鄉下背景長大的孩子 我們在接觸跟我們 同屬成長過程的 生活情境的時候我們會記憶很多的同情 更多的了解 所以我們在寫這個論述的時候啊 發覺到跟15年前很大的差別 所以15年前的那批老師看到我們寫這樣的報告以後啊 他就覺得 啊怎麼會差那麼大 15年社會變成 有差那麼大嗎 其實沒有差多少 他們沒有獲得很多資料 那我們拿到很多一手資料 那那個台北的一個老師啊 就問我們說 你們這 為什麼可以拿到這麼多 第一手資料啦 清朝末年的 日治時代資料 我們15年前去的時候 這些資料 都沒有人提供給我們啊 很簡單嘛 你們不會跟他們打交道 小白 你叫他們不甘情啊 對不對 不會跟他們這個 稀和你啦 搞人際關係 啊我們跟他喝酒聊天 啊然後呢 跟他談很多漁村的社會啦 民間信仰 他們覺得我們是跟他同意掛的啊 然後 他能夠理解我們的研究的需要性 所以 那些 村里長啦 民意代表 廟 廟廟的管委的成員 把我們視同 我們是他的子弟 說是他的很好朋友 都提供很多資料啊 那台北那群人 他們只是應付一下啊 這樣而已啊 這樣而已啊 所以 所以他們 要怎麼去理解 他們所研究的對象 是受到一點阻礙啦 對我們來講沒有這個障礙 好 最後一個呢 就是人類 人類學家必須要多因啦 所謂多因 就是說 你在做這個 論述的時候啊 你除了 人類學家的說法以外 你可能要採用文化報導人 還有當地儲渡 儲渡啦 部落酋長啦 奇述啦 甚至傳教師的說法 因為我們知道啊 有一件事情的看法 會不會取得共識 不見得 啊 基本上老師 即使做田野調查做研究 老師都抱著個心態啦 就存餐備意啦 就是說有跟你不同意見想法的人啊 你應該把他們意見啊 論述出來 表達出來 啊 然後 給後面的人 啊 參考 我 我這個學者 人類學家 我的看法是這樣 我的 我的證據 我的推論是這樣 可是呢 有一群人 或是有個別的人 對 對這件事情的看法 跟我有差異 我把它保留下來 以後給人家參考 可是在早期人類學家 跟我意見不合的 跟我不一樣的 就把它 消失 這樣好不好 不好啦 即使我們做歷史研究的 也會把不同意見的人 保留下來 叫存餐備意 這個很重要 就是你做一個 學者 要有胸懷 把不同意見保留下來 不要動不動說 荒甘不驚了 那個 非常 非常荒謬的理論 或觀點 這個 錯誤 不值得 保留 不值得一聽 其實不用這樣 你就把那個 不同意見給他保留下來 在早期人類學家 通常就是給人家火絕掉 也不會留下任何資料 他要寫這個論述 合乎他自己的想法意見的 他就把他寫出來 這個不一樣的地方就讓他消失掉 就這樣 然後呢 後面的人看不到 跟你差異的到底在哪裡 所以這個 新民族誌是要求說 你在做人類學研究的時候要保留多因 甚至不同的意見者都要把他保留下來 那什麼叫實驗民族誌 實驗民族誌克服整體論文的 突出 個人的 觀點 還有人觀 這個人觀是什麼 以後我們會提 就是 每個部落或社區 他有特殊的能力 或是價值觀 這個叫人觀 人能力的 價值觀之間 能力的 這邊有跟你註明 有些社區的人 或是社群的人 他特別在某一方面的能力特別好 你要你當一個人類學家 要把他特別 彰顯出來 一個個人的或是一個族群的 像我們知道 這個達悟族的他的 這個製造拼舟 或是半穴屋 或是他的補儀技術 他為什麼補儀技術那麼好 他怎麼樣獲得這些知識經驗的 你將來在論述的時候要把他特別 標榜出來 以後我們會提到像布隆族 這樣的一個族群 他就標榜一個人力取向的價值 什麼叫人力取向 就是說 你某方面的能力很好 他讓你 充分的去發揮 譬如說我們以後會提到 像布隆族的 財產的昏法 他不是根據 說這個大兒子要怎麼樣 惡兒子要怎麼樣 他根據你的能力 當一個父親的 他認為大兒子 擅長以打獵 他就把傳統的那個什麼 獵具 狩獵的工具 還有那個 狩獵的這個權利 這些給老大 老二呢 擅長以經商 他不會給他土地 也不會給他打獵的這個 這個祖先繼承權 這個優先權的權利 就給他錢 然後他去經商貿易 老三呢 比較適合耕種 他就把那個什麼 農地 跟房屋 就是由他繼承 那如果是漢人的想法 這個東西啊 都要兄弟平分才對 可是布隆族不會這樣想 他根據你的能力 所以 布隆族也是這樣 你去打獵的時候 如果這一次 推舉一個人當打獵的領袖 這次我們大家打獵 打得很好 對不對 收穫很豐富 下次再推舉你 結果你這次當領袖 這個 大家去打獵人 打不到什麼獵物 下次就犯人做做看 所以布隆族啊 他沒有世襲的觀念 他就是能力取向 你做得好 可以繼續 當 當老大 做不好 別人取而代之 就是這樣 他 布隆 這個我問過 我學生 學生說對 學生說對呀 就是這樣 在布隆族的 部落社會裡面 你只有表現出 這個 超越了能力 你打獵也好 或是你 緊張也好 或是你唱歌跳舞也好 譬如說 在他們部落裡面 有個老伯伯 那個唱歌跳舞很好 每次 祭典的時候 都是由他來主導 可是有一次他跳了 後來有人取而代之 就是這樣 誰有這個 資格坐上這個位置 是完全看你的能力 所以布隆族啊 他跟 講求階級 世襲觀念的 盧凱族跟排灣族 社會階級觀 社會價值觀是不一樣 這個叫人觀 所以 這個新民族誌啊 就在講說 你在做人類學 民族誌的研究的時候 要把 一個族群的個人 還有他的人觀 特點要呈現出來 這是以前很多人類學家 其實是 缺乏了 缺乏 因為每個 每個族群 在適應 自然生態環境的時候 他一定有要特有的專長 能力 還有他的 社會價值觀跟生活方式 以後我們會提到 為什麼在愛斯 活在這個北極間愛斯親摩人 他會有這個所謂的雙 這個什麼 雙偶分治 很特殊啊 很特殊啊 那為什麼會產生這種分治 這是在當地環境下產生的 當地下的環境產生的 那他們 有些都比較有能力的人 他可以獲得很多女性的 這個崇拜 喜歡 所以他 擁有很多女孩子 能力比較差的 搞不好就是一輩子 這個什麼 光棍 沒有辦法 社會就是這樣 那 你能說什麼 對不對 那第二個呢 就是 避免把這個 益主和殖民的對象 應該給他在全球化 這個是後來 後來的問題 就是說 在全球化過程中 這些 這些 原來的殖民地 原來殖民地的人民 這個應該怎麼樣給他定位 這個以前人類學 確實很少注意到這一點 那這邊有提到 這個人類學家是 意義的創造者 會客觀科學家 這個跟反思人類學 第一點很類似 然後接下來 第四點也很重要 這個新民族誌 實驗民族誌認為 人類學民族誌應該用 淺顯易懂的 白話文 白話來寫 不要用專業術語 不要用專業術語 這個早期很多人類學家 寫的很多東西 都很專業 而且發明很多專有名詞 很多人看不太懂 他說什麼話 對不對 用淺顯易懂的文學性小說的說法 能夠怎麼樣推廣 文化人類學的知識 這邊有跟你講有這個代表人 阿薩德還有 馬庫斯跟惠許 這些人 這個提供給同學參考 這個備註你一定要記 三個學說主張內容大同小異 只要有人類學家 從事 知識跟建造 要有一些 要有一些環境 就是你在寫 做田野調查 或是在寫民族誌的時候 要思考這些問題 現在的人類學家 不會把 人類學研究 當作科學性的研究 比較推崇的就是 屬於 這個社會文化意義上的 詮釋而已 你就是要把它說清楚 講明白 讓讀者 或是觀眾能夠了解 你做的一個民族誌的成果到底 你要表達什麼樣的 社會跟文化意義 傳統人類學家追求是科學人類學家 現在這些是追求人文或是 藝術的 這個 人類學 這個已經不一樣 不一樣 好 然後在86月的時期 86月的時期 這個文化批判人類學 其實這個內容 跟前面 三個 這個後現代主義的人類學是大同小異 大同小異 然後詮釋人類學我們 下一堂課就會提到 如果你要看的話全世人類學在 56月的時 56月的時有全世人類學 56月的時有全世人類學 我們下一堂課就會提到 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請同學翻開 第2本的 這個第9月的期 第9月的期 請同學要看這個這個是高考二級考的題目啦 其實也跟我們有一點關係 1960年代 就後現代主義以後 人類學發展的特徵 這個老師要請同學留意喔 這個題目是問你 1960年代 人類學的發展特徵 那 國家考試也考過一題啊 這什麼叫後現代主義的人類學 那後現代主義的人類學 有包含的 剛才講過 反思人類學 新民族制跟實現民族制 還有權勢主義 文化批判人類學有五個 那這個五個人內容 內容 我們剛才講過了 他是出 叫後現代主義的人類學 你就回答那五個人內容 那如果他是說 1960年代人類學發展的趨勢為何 你就要回答這個問題 就要寫這個問題 這個題目是有點不一樣 可是實際上他講的內容大同小異 可是你要看題目是問你什麼 這個你要看 接下來17這個地方 1980年代以後 這個美國的文化人類學的研究成果超越歐盟 在 1980年代 甚至在1960年代以前 都是歐陸的國家 歐洲的國家 在這個 居於全世界領先 可是1980年代 換成美國 好 那接下來 從18 從18 從19 到20 這個你自己看一下 就是人類學研究的領域越來越廣 他跟現在的社會階層 科技發展 商業 國際貿易 全球化 都 糾葛在一起了 這個很多人講 後現代主義人類學研究當代 現在的問題 越來越受到重視 這個是事實 這也是 為什麼人類學為了 為了活躍 生存在這個學術界 必須要走的路 因為你要研究原始社會 這個大家沒有什麼多差興趣 當代的問題 是變成選學 所以 怎麼樣把人類學的知識理論 應用在我們現階段的 這個 生活 進行經濟生活的改善 社會環境的改善 變成 人類學很重要的課題 這個同學參考一下 20號有這個地方 全球化的研究 全球化的研究也是我們當代 人類學很重要議題 這個在1-7的20 1-7的20 這個請同學要看一下 後面有一個是科達克的 全球化的研究 這個提供給同學參考 那個同學要看一下 這個全球化的研究 我們在第10章的時候還會再提 還會再提 這個全球化的相關的議題 那科達克研究這個巴西一個小鎮的 全球化 從1970到研究到 大概20世紀末 3040年 三代的一個長期 這個註點研究 他這本書評價非常好 很可惜我們台灣 沒有 沒有綜藝版 大陸有這個簡體版 簡體版 那 這個相當不錯的一本書 那接下來我們看那個 21 21 21這個近幾十年來人類學的一個新主張 本土人類學 就是有人主張 這個人類學要本土化 不要以西方為師 以西方為標準 其實這個是從後現代主義以後 就有發展的一個趨勢 不要 這個完全以西方人觀點 希望本位主義 每個 國家 都要建立自己 本土化的研究 本土化的研究 像這幾年來 中國大陸 日本 南韓 然後 還有 很多 非洲國家 包括我們台灣 很多都 在進行 這個本土化 文化人類學研究 而且成果相當不錯 相當不錯 就是 那個 第三個 就是 文本 即文化 這個是葛之的說話 麻煩同學換該87月的19 19 這個葛之 你一定要記 國家考試已經考過兩三次 那個你一定要記 這樣一個重要學者 有沒有找到 87月的18 87月的18 對不起 老師寫19說 可能有變動 有沒有看到人類學家葛之 前面有提到 葛之是被視為當代 著名的後現代主義人類學家的代表人 他是權勢主義代表者 他很多的主張一直到現在都受到他的影響 這個美國人類學分美東跟美西學派 美東主要是以哈佛 耶魯 紐約普林斯頓 這些學校叫美東 美西是指加州 伯克來 在美國西部的這些大學 這個被稱為美西學派 葛之亞是屬於美西這方面的 那他影響非常大 他以第一個主張你要記起來 學術的研究是在做意義的詮釋 你把它記起來 在87的倒數第2行 人們是懸掛在他們鞭織的 意義的網上的動物 文化就是網 文化的分析不是探索規律 你把它記起來 這個實驗學科是探索意義的產世性的科學 有沒有看到 這句話很重要 這後現代主義認為 人類學不是在做科學 通則的探討 而是在做意義上的詮釋 文本 你把它記起來 什麼叫文本 文本很重要 文本是個管範之史料古蹟 這些東西 你不要小看這些文本 一張照片 一個古蹟 背後有他的 歷史跟社會跟文化意義 那張老師問一下 這個二三十年前我們在台灣一起在收集叫 老照片有沒有聽說過 一張老照片可以做很多 這個意義 社會變遷上的詮釋啊 對不對 康熙時代的時候找很多老外的傳教士啊 去畫一張地圖叫防禦全藍圖 全中國包括台灣嘛 台灣那時候已經 這個 被施藍攻下來 納入中國的版圖 對不對 你看喔 在康熙時代的台灣的地圖是這樣 東半部是空白的 西半部啊有山有川有城市 你知道嗎 這個空白 這張地圖 這張地圖有什麼意義 可以解釋什麼 可以解釋什麼 台灣當初東部啊是 環界 原住民地方 清朝根本沒有辦法統治這個地方 小爸爸 所以他就空白 對不對 他能夠統治的地方只有台灣的西半部 而且西半部也沒有辦法完全統治啊 很多像 高雄屏東還有很多原住民啊 小爸爸 是不是 所以這張地圖可以做 這個地圖就是一個文本 對不對 這個文本可以解釋 康熙時代的時候 清朝 即使把台灣納入版圖 可是 就是 廣大的東半部 清朝稱為叫 根本清朝沒有辦法治理 原住民的地區 這樣就是一個文本 文本的什麼意義解釋 這樣懂不懂 那我們看一下很多老照片 或是文化古蹟啊 都可以做一些 意義上 歷史上的詮釋 接下來就是 生苗 他認為 進行研究要深切的描述 一些 動作 動作背後的意義是什麼 譬如說 像 葛茲啊 帶領他 去研究 巴黎島的 砸眼睛 這個砸眼睛 你只有 在地的人知道砸眼睛代表什麼 就好像兩個人要作弊 兩個人要作弊 砸眼睛才知道 做什麼暗號 你外面的人 知不知道 不知道 對不對 對不對 那他眼睛砸一下 然後 怎麼砸 是背後 有他意義在 你當一個 對人類學家 你要 這個非常仔細觀察 他們 砸眼睛到底 是什麼意思 然後在哪一種場合砸眼睛 那砸眼睛 背後有什麼暗示 這個要搞清楚 然後第四個很重要 我們等一下會提到了 研究方法裡面有 主位跟客位觀點 以前人類學家 都是用客位觀點 就是研究者的觀點 我認為怎麼樣就說怎麼樣 我說了算 可是 葛茲認為這樣不對 我們要尊重當地人的觀點 土著的觀點 他們怎樣詮釋這些問題 這個是我們應該把它 記載下來 就是要尊重 包容 他們的觀點 以前科學家說 人類學家說我說了算 我認為我就是這樣 可是現在 葛茲不認為 你要尊重當地人 當地主著的看法 然後第五個也很重要 探索地方知識 葛茲認為 所有的人類學的研究 明圖的撰解 都是地方性的 你不能把你自己的研究 放在全世界 做一個統一標準 沒有這回事 因為全世界 不同的族群跟文化 這個 你不能說 我研究這個地方的族群 很多的族群跟我都一樣 沒有這回事 所以他說 人類學的研究 其實就是一種 地方知識 這樣懂不懂 最後一點就是 文本紀文學 他認為 人類學的研究 就是要 淺顯易懂的 通俗性 的論述 像寫小桌一樣 大家看得懂 那最重要 不要寫一些金色的 專業術語 讓大家看不 也搞不懂這個專業術語到底有什麼意義 你像馬林若世紀 發明一大這專有名詞 這個包雅史 這些人 老一輩的學生很喜歡搞這些專有名詞 設立一個 專有名詞 變成他們的 學術性巨大的創建 可是在格子來看 沒有必要講這些 對不對 讓大家知道文化人類學的知識跟概念 加以去推廣就好 老師問一下 各位有沒有看過阿環達 阿環達的電影 第一部跟第二部 第二部水之道有沒有 那這兩部電影其實裡面很多人類學的知識懂不懂 有沒有注意到 那個像第一部 他們有那個靈魂之術 對不對 祖靈之術 然後他們對 族群觀念 生死的觀念 然後他們呢 還有成年禮 最明顯就是你要起輝龍 騎輝龍 騎輝龍就是成年禮的過程 如果你沒有 你不能騎輝龍 沒有一隻輝龍願意配合你 表示你不是我們這族群的人 所以那邊描寫那個藍主角有沒有 剛開始要騎 第一集的時候要騎 騎輝龍不是遇到很多障礙 對不對 所以要騎上去了 所以這個你要獲得一個族群的認同 溝通 這個 就從阿凡達那部電影 可以看到很多 這樣的一個 內容 對不對 這個 相當不錯啦 有人說 像那個 我們在台灣 有兩個大學的老師 就有學過這個阿凡達 文化人類學 或是社會學的一個 知識的一個 這個傳播啦 或是一個 這個研究 那裡面確實是很多是屬於人類學或社會學的知識 其實很多 電影啦 或是小說 如果你仔細去看 他背後就是有這些 人類學社會學的一些相關知識 各位有看過那個 最有門鐵達尼沉默記有沒有 鐵達尼沉默記 鐵達尼沉默記 老師在學校換印給同學看 只有一部分 那個同學都認為 好浪漫的愛情故事對不對 可是在老師來研究看 是一個社會學研究 看社會階級的關係 男女的愛情的問題 對不對 在英國當初的中產階級啊 把女的婚姻當作一種生意買賣很正常 對不對 那你 那那個 鐵達尼的那個 在那個豪華倉跟那個底腔的 社會階級不一樣 不一樣嘛 這個在上面底腔的就是中上階級 喝咖啡聽音樂對不對 底腔的就是那個男主角對不對 勞工階級唱歌跳舞對不對 吃馬鈴薯 喝喝那個 苦澀的茶 對不對 兩個不同社會階級對不對 那女生 女生 飄飄飄飄飄的 這個 年紅裙 化妝 幹什麼 很會交流作作 可是那個底下底層的那個 一般的 年輕的 少女 或是婦女 生活很簡單 衣服 也很簡陋 那個 純粹是一個社會階級 文化上的差異 是吧 當然啦 老師曾經寫過這種 像鐵達林背後的一個社會文化意義 不過寫出來 學生說 老師你好無聊喔 人家是一個很浪漫愛情故事 給他寫成學術研究 連我女兒是說 老爸你寫那個東西沒有人要看 講講愛情故事 才會有人聽 對不對 那這個文本就是這樣 你要寫的通俗簡易 淺顯易懂 這是他的看法 這些看法是後來詮釋人類學的重要主張 那這個葛茲的主張 影響到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的 現在的研究 人類學研究方向就是葛茲 葛茲的影響力最大 所以以前台大 跟清華人類學研究所考一題 那個葛茲的 這些 人類學的研究 他對當代的 當代的這個人類學研究有何影響 他有哪些主張 然後他的影響力多 多大 這個到現在為止還是 他變成主流派來可以這樣形容 請同學一定要注意一下 我們把葛茲介紹完 那進入到21世紀以後 人類學的研究有幾個方向 1-8 研究人類學傳統的 田野調查 管理研究 然後 第二點 第二點 應用人類學觀點 我們等一下就會提到 當 當今 人類學研究是走應用 應用人類學為主流 這個 理論 理論的人類學 現在很少人在用 但是 也不能忽略到他的存在 好 那第三個就是 用通俗性的做法來 論述 這個 人類學的研究成果 民族誌之類的 然後也有人探討這個 人類學的學術發展 這個比較專業 接下來我們看第2 第2這個地方很重要 老師有跟你講話三個米字號的 請各位同學看這個第2單元 第一個 科打克 對文化人類學的定義 這個請同學要記 這個對人類社會文化的研究分析解釋 人類文化的相似性跟相異性 這是最簡單 而且最通俗的定義 請各位同學一定要記 這個對人類社會文化研究描述分析解釋 人類的 相似性跟相異性 得一個 學科 這個叫文化人類學 當然還有美國 韋斯來 還有另外一個 這個 寄星 寄星 他們的說法 你參考一下 這個 第一個老師是 請你一定要記 然後接下來早期 早期的研究 第一個 民族字你一定要記 民族字你一定要記 解釋名詞 考最多的就是這個民族字 什麼叫做民族字 你把它記起來建立在田野研究 田野研究你一定要寫 因為田野研究 或是參與觀察 然後 對一套 某一個 社區族群 文化的一個敘述 這個叫做田野 這個叫民族字 這個叫民族字 民族字一般來講 就是人類學家 所撰寫 田野調查的成果 這也可以叫做民族字 你記得四個字一定要提 就是田野調查 沒有田野調查的東西 不能稱為民族字 這樣子不懂 所以以前 我們國家考試有考過 早期九十幾年考過 請你舉出一個民族字 結果我們那個 那個老師有講 一個很遺憾 就是有些同學 寫那個什麼 菊花以劍 菊花以劍不能到民族字 因為潘乃德 寫菊花以劍的時候 剛好二次世界大戰 他寫 日本的民族性格分析的時候 他沒有去過日本田野調查 他那個是文獻 分析 跟那個訪談 他所做的一個 一個人類學研究 他不能叫民族字 還有以後我們提到的 摩斯 寫的禮物 還有 柏雷澤寫的金字 這三本書都不是民族字 你給他一寫這三本書 你就掛了 民族字已經要建立在田野調查 這四個字不能漏掉 簡單一句話 簡單一句話 就是人類學家 藉由田野調查 所撰寫的研究成果 這個也可以叫民族字 這是不是這樣簡單 那民族字的有幾個 這個特點 第一個 就是 重視田野研究 第二個是全觀 全觀性 也可以叫做 這個叫做總體性 或是整體性 這個都可以 這個台灣翻譯沒有統一 可以講這個整體性 整體性或全觀性 好 然後另外 第三個是他者的角色 他者角色是研究者的角色 他們認為 研究者的觀點 是最重要 而且是主流觀點 第四個就是共同論述 這個在早期 民族字的撰寫 都很注重 共同性的東西 共同性的東西 最後一個是 日常生活繼續米的描述 他們認為 這些繼續米的描述 很重要 能夠真實呈現 這個 文化跟社會的特殊性 最後一個是 研究者的問題 研究的問題 是麻煩 是在哪裡 早期的人類學家 對 當地 族群的 語言 文化 並沒有辦法充分的掌握 他要借助什麼 文化報導 所以他 他如果沒有辦法 精確的掌握 語言 以及當地的文化社會的特殊性 他的研究會 會受到一些影響 受到一些影響 那我們知道像那個早期人類學家 透過翻譯 透過文化 報導人 提供他們很多訊息 很多解釋 這個會很容易 這個曲解 甚至錯誤 混淆都有可能出現 這是早期 這個 研究的時候 很難避免的問題 第二個叫民族字 請同學看一下這個在82頁 這個是早期的考古題 民族字研究的 三階段 82頁的12 你把它放開來 趕快找到 民族字的三階段 好 三階段這個你要記啦 這個老師很擔心會不會要重新再考一次 因為後來老師發覺到有個 大學的人類研究所就考這個題目 這個人類 他問一個問題 什麼叫做 什麼叫民族字 然後呢 這個 民族字研究有哪三階段 就是這個三個階段 這是學術界公認的 老師看過很多教科術 大概都這樣寫 第一個階段 他稱為叫文學性的階段 文學性的階段 從地理到發現到19世紀末期 或是你寫中期這個都可以 時間的亂線沒有太 太限制 那這段時期的民族字都是什麼 都是傳教士 殖民地的官員 探險家 所寫的 其實這些都是一些文學性報導 探險的郵寄 或是探索的 這個 奇風異俗的東西 基本上來講 他不是 人類學的 這個民族字 可是他 可以提供 這個民族字研究的重要資料 因為為什麼 因為他們都是第一手觀察 第一手觀察 第一種紀錄 他們充滿了 這個奇風異俗的記載 這時候 最大的特徵是什麼 就是他們經常用西方文化標準 來看這些所謂的 灰西方世界 野蠻又落後 所以這個有 西方的本位主義 這個叫文學性的 民族字 第二階段呢 叫做科學性的 19世紀到1960年代 20世紀中期 這段時期 馬林洛斯基拉米德拉包若史這些學子都出現 他們受科學實證 他們想要探討 異文化諸多問題 他們認為他們是科學性的研究 所以這個階段 有人稱為這個叫科學性的 民族字階段 那這段階段呢 他們強調他們是 客位研究 那這時候很多的大學研究單位 普遍設立 人類學非常發達階段就是在第2階段 第3階段就是我們講的反思 或是講後現代主義人類學都可以 那這個反思人類學 或反思性的民族字 那主要受後現代主義影響 探討這個人類知識建構 人類學知識建構問題 這個我們剛才有提過了 如果國家考試來出這個問題的話 你就三階段就是這樣寫就對了 那請同學再回過來 看這個 那什麼叫民族學 國家考試啊有時候考這個民族字 民族字跟民族學 兩個名詞合在一起用 合在一起考 他什麼叫民族學呢 就是建立在民族字 兩個 兩個或兩個以上 民族 民族字的比較研究跟分析的 這個叫民族學 這就叫民族學 所以我們在台灣 這個早期黃映貴 李毅元 還有陳吉祿啊 他們都是拿兩個不同的 族群 給他分為 這個 A的 A的這個族群 B的族群的一個相對性的來做個比較 這個他們稱為叫民族學 民族學 兩個或兩個以上 民族字的比較分析 研究的 稱為叫民族學 民族學 民族的研究 通常民族字 這個民族字 有原字盤跟沒有原字盤都可以通用 同學不要太 太距離說一定要寫原字盤 沒有原字盤的也可以通用 那這個 民族研究 通常是族群理論描述 這個我們提過的 第二個 民族的研究也通常是田野研究 調查 調查 調查的範圍都非常廣泛 這個早期 寫那個 民族字田野研究工作的 就是馬林洛世紀 我們以後會提 接下來三 一之九的三重點 文化人類學 研究的重點是什麼 是看這個 文化怎麼要形塑人類的行為 然後 價值判斷 那個 這些 包括社會支柱背後的文化因素 就是你的 言詢 舉止 有沒有受到文化的約束 文化的形式 當然有 我們就講一個例子 最好了 這個是最典型 在大學的時候上課 台灣的學生很少問問題 有沒有 時間要到了 大家一豐用又準備下課 吃便當 對不對 最討厭什麼 最討厭已經要下課 還有同學在問問題 哇這個同學過人晚 是不是你有這種心情 這種同學你最討厭的 大家要下課了 然後呢 你還要再問問題 啊 這個同學一定在那邊哀怨 這種學生最討厭 可是在美國不見得 那為什麼台灣很少問問題 背後文化是因為尊師重道 尊師重道 然後呢 老師跟同學之間 是上下尊卑 加護長權位以外 還有師長權位 你通常不太願意去挑戰老師的說法 是不是 這個以前啊 我在研究所寫的一篇論文寫得不錯啦 我們老師也說 寫得很好啊 那這個 我說老師我要去投稿 這個一個學術期間 他說 他就把我扒了去 你這個喔 一寫出來喔 退完以前老前輩很多說法啦 當然老師相信你的說法應該是對 因為你有很多 史料啊 新的證據確實在 你不用寫 你寫了以後啊 得罪那些老先生 那些老師啊 還不是在天之臉 人還活著 他的人生固定一堆 你不用 寫完以後得罪這學術界一大堆人 那這個 你就 不用 不用發表啦 留著以後 你自己再想想看啦 對不對 結果等到我念完博士班就要去發表 這個 過年喔 就引發那些 那一派的那些老師 對我的這個質疑 對我的質疑 那個文章是什麼 就在寫一個問題啦 這個 甲午戰爭不是前進馬關條約 對不對 馬關條約以後不是 台灣 台灣朋友要割讓給日本 我們的教科書 都在寫說 這個清朝的官員啊 覺得割讓台灣盆吾啊 是很哀傷很痛苦對不對 很哀傷很痛苦 然後 那個 一片 這個哀嚎 然後 我們教科書都這樣寫 其實 真正的 從清朝那時候的檔案 跟奏折來看 大概只有光熙皇帝 是最難過 光熙皇帝割掉台灣盆吾 他很難過真的是吃不下飯 心情非常 不好 可是清朝很多官員是很開心 台灣盆吾割讓 因為台灣這個是刁民跟暴民的社會 清朝很難管 顧顧白郎 對不對 我大清帝國就不用管台灣 反正 台灣這塊獨立本來就不是我的了 清朝很多官員是這樣想 我們看清朝那時候很多奏折 很多日記是這樣寫 可是我們教科書不敢這樣寫 我就找出清朝 左宗棠 真國環 清朝的 高官 還有很多文人筆記 顯示出來他們把台灣割讓的時候 覺得沒有什麼關係 大清帝國保留自己的領土 保留自己完整 賠一點錢沒有關係 反正我們就 人多了 錢多了 那個實力雄厚啦 割台灣盆吾能算什麼 康熙皇帝 清朝初期的時候 台灣是 寒玩小弟 增加無所加 減少也無所減 對不對 根本不認為台灣是很重要 只有少數人 台灣朋友感到難過 不過大多數人 是一種幸災樂禍 我要退化我們教科書的論述 結果 我們老師叫我不要發表 後來我發表了 前十幾年發表了 很多老師說 你這樣寫 這個好像在火經 我們寫教科書 還有我們以前的說法 你們以前說法就有問題 對 現在 當時候很多史料就是這樣 然後我要寫一篇文章 明朝末年的時候 很多人都反清復明嗎 我們都強調正成功這一般反清復明的 其實大多數人都覺得 明朝完蛋就算了 胡子欣欣的政權 根本 真正的反清復明的人很少啦 都被清朝收買了啦 孝宗欣 新朝 孝宗康熙 孝宗雍正 很多知識分子 漢人的 氏族 帝族 已經都孝宗清朝 認為清朝是 什麼 繼承政權 新政權 是這樣 只是我們太強調 漢民族主義 所以把這些 反清復明的意識 特別標榜出來 事實上歷史不是這樣 台師大有一個 博士班的學生 他就寫這個論文 他其實不所有的資料都可以證明說 反清復明的 少之又少 少之又少 但是我們教科是有汉民族主義的立場 要強調民族主義愛國意識 所以把這反清復明的知識 特別的膨脹 事實上事實的真相是 很多人是效忠新王朝 就是這樣 對不對 但是 歷史的事實跟政治服務 是 不一樣的 不一樣 所以有些時候我們學歷史的人 有些時候 這個 甚至很多人我們社會科學研究都會遇到這種問題 如果我們老師的說法 我們不忍心把它推翻掉 瞬事重道 對不對 我們在史學界最有名就是 盈石先生 這個去年 逝世的 我們史學界的 老大 他就是 錢穆的學生 他 他對錢穆的說法 批評了要死 跟錢穆的國史大綱的 歷史論是完全不一樣 但是他還是尊重他老師 他說他是受到他老師啟發 有點 新的意見而已啊 並不是要推翻他老師 可是你看他的著就知道他推翻他老師了 可是他也是不敢 好 那在美國不一樣啊 美國是追求真理 所以 雅里斯洛講了一句話 他說 無愛無私對不對 我愛我的老師 柏拉圖 可是呢 我更愛追求真理對不對 無愛無私但我更愛真理 對不對 真理是最重要的啦 老師的說法 成為不重要 然後美國 一般來講 老師跟學生的 社會關係啊 相對性比較平等 所以他 能夠 有新的意見 想法 這個跟 老師 不一樣 也無所謂 這個是從 歐洲中古時代 這個學校 上課是討論課 用 討論 爭辯 辯論的方式 來 來什麼 刺激你不同的意見跟想法 那西方人有這個傳統 我們中國沒有 嚴格來講沒有這個傳統 從群漢以後 官學 中央跟地方官節 就是以老師的權威 為標準 這個是不一樣的 文化 對不對 不一樣的文化 所以那個 這樣一個 不同的文化 就形塑出不同的 人格特徵 也不同 形成不同的 社會價值 好